真的,準備學生四個月就夠了 差不多,四個月就足夠了 欸,A等多少? 3分之1 欸,很好,真的有寫喔 A是3分之1 B是多少? 4分之1 好,這個題目也不是只要寫A跟B喔 它還要幹什麼? 它還要求B逆數對不對? 來,那B逆數我們寫在這邊喔 欸,B逆數叫Varas of x 我們高1就有學過B逆數啊 B逆數的口訣是什麼? 欸,高1的口訣都背得很熟啊 平方的什麼? 平方的平均,減掉平均 平方的平方是什麼? 你不要亂講好不好? 平方的平均,減掉平均的平方 但是在高3叫做平方的什麼?期望值 對吧?跟著我寫喔 平方的期望值 然後再減掉什麼? 減掉期望值的平方 欸,我換個顏色,這樣寫 這樣寫可以嗎? 注意喔,我講得很慢喔 同學,平方的期望值 期望值就是平均喔 所以你看平方的平均,減掉平均的平方 對不對?跟你高1的口訣完全一樣 一樣喔,結論也是相同的 好,那我們現在開始來算喔 併逆數怎麼算呢? 欸,平方的平均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數字平方 來,同學我問你 0的平方就是0嘛 沒關係我寫一下 0的平方 所以來對它取期望值 所以是不是1乘以1嘛 對吧?你平方之後還是一個隨機變數啊 就是s平方嘛 對不對?這是一個新的隨機變數叫s平方 好,那你要對這個隨機變數取期望值 所以接下來是什麼東西? 1的平方 平方的平均喔 1的平方,然後乘上 來,它對應的幾率是多少? 欸,這個a是1 3分之1喔 3分之1 這樣好不好? 然後再加上這個是2的平方 乘上來,它對應的幾率叫做1 4分之1 然後再來3的平方 乘上對應的幾率叫做1 6分之1 這個叫平方的平均 這樣可以嗎? 把每個數字平方之後 它乘上對應的幾率加起來 好,平方的平均 然後再減掉什麼? 平均的平方 請問你平均的平方 那個平均是誰? 你說啊 其實題目已經告訴你啊 它的平均是誰? 3分之4嘛 所以是不是減掉4分之4的平方 這樣可以嗎? 這樣好不好? 來,然後你只要幫我把這個算出來 這一題就大功告成囉 這個你會算嗎? 你跟我說這個不會算到我的沒辦法 來,算一下吧 我們文組慢慢教 下禮拜前段考還早了 有答案了嗎? 有 有,你答案多少? 你不要偷翻後面答案 對答案 對答案 你算多少? 18分之19 18分之19 好,來,他會寫上去喔 辯譯數是18分之19 但是你考試一定要注意喔 考試要注意什麼? 他是問辯譯數還是標準差喔? 如果他問標準差 你還要把辯譯數開什麼? 開根號 這樣好不好? 欸,知道嗎? 當我意思齁 好 來,目前講到這邊 有沒有投球任何問題? 沒有問題喔 那我來輕鬆一下吧 我來問一個常識性的東西好不好? common sense 的東西 來,寫一個Key喔 這個等一下我要來問很多同學 我發現你們這個東西都沒有拿學喔 好 好 比如說這樣吧 欸,到了高三喔 我發現喔 有些同學對這個東西不是很熟喔 所以我花一點點時間 欸,來問一下喔 我想確認一下 在座各位同學 對這個東西到底熟不熟啊 欸,我從哪裡問呢? 我要從 我每一台都挑一個同學好不好? 每一百都挑一個同學喔 所以有沒有人知道我要問什麼問題? 沒有 我要問你這個東西喔 因為常用嘛 它的近視值是多少? 我跟你講啦 這裡喔 1 2 3 4 5 6 7 8 8個對不對? 我告訴你根號4是2好不好? 這個 我直接告訴你這個是2 那根號9是多少? 3 好,這兩個我送給你好不好? 其他的我要用問的 來,第一排我先從那個 不然問楚琳姐喔 楚琳姐你知道根號2大約是多少嗎? 我到小數點下第一位就好 根號2大約是多少? 對 要背喔 大概是多少? 1.4 1.4很好 1.4一次嘛 我們就取1.4就好 根號2大約就是1.4喔 好 楚琳姐答得不錯喔 來,那我們換第二排 第二排我問李易偉啊 李易偉我問你 根號3大約是多少? 你們這個沒有背嗎? 這不是常識嗎? 國中就背夠啦 沒有 來,根號3大約是多少? 1.7 1.7 很好 來,大約啦 我要求不高 小數點下第一位就好 1.7 好,接下來我跟你講喔 有人這個不知道喔 但是這國中就有背了 我現在只是確認一下 這一排我要找 這一排 我要找那個 我們阿群 群哥 群哥我問你 根號5大概是多少? 32 水水水水水 喔 根號5是2.25 我跟你講 根號5是2.25 沒錯阿 2.2阿 然後 根號6 這一排我來問那個 我來問 別問我了 對 問你可不可以 加菌 加菌 根號6大約是多少? 呃 等一下嗎? 不知道 我猜猜看 好,你猜猜看 2.4 水 2.4 真的 2.4 不信你按G算G 來,被你淘過一節 再來 根號7 問這一排 我來問那個 我來問那個 Apple好了 Apple 根號7大約是多少? 蛤? 其實我跟同學講 你們活動的時候沒有記嗎? 來,同學你看到這邊 這個 2.2阿 這個2.4 你猜這個是多少? 這是2.6 這是多少? 這2.8阿 這數是有規律的阿 對不對? 同學這2.6阿 根號7大概就2.6 根號2 根號8大概是多少? 2.8 你們想說沒有背過這東西嗎? 欸,在考試你沒有時間還在那邊 像我以前還會教你們那個手動開根號有沒有 我現在也不教了 就是你就乾脆就是那個叫什麼 十分逼進化你就慢慢逼吧 但是好歹這種嘗試性的東西 你要把它記下來 欸我們全班一起背一次好不好? 根號2多少? 1.4嘛 根號3大概就1.7嘛 阿根號4不用講就是2 根號5就2.2 根號6大約就2.4 2.6 2.8 3 你不覺得這數字很有規律嗎? 欸,請你把它記下來喔 欸,要記下來 這常用的好不好? 你毛衣服都沒有寧過國中的樣子 那這國中有東西捏 國中老師沒有教嗎? 你們國中很有背嗎? 國中沒有背過這東西嗎? 都沒有背過這東西 都沒有背過這東西 你們國中有學識分逼進法阿 有阿,有學識分逼進法阿 有阿,有學識分逼進法阿 老師沒有叫你們背根號2到根號9 大概是多少 一定有的阿 這查個屁阿 這還用查 好啦,不管阿 再來喔 你看到我們下面的主題喔 我們下面的主題 來,我這邊寫一個key 這個key你可以不要寫喔 看你要不要寫 隨便你喔 我現在把這個隨機變數 叫做x 我做了一個動作 讓它變成一個新的隨機變數 y叫做a倍的x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b 欸,本來的隨機變數叫做x喔 我現在把它乘a倍再加上b 讓它變成一個新的隨機變數叫做y 在這裡我有兩個問題要問喔 同學這個a跟b到底是在做什麼? 用數學的專業語言來講的話 就比如說同學問你嘛 你這次數學考不好考20分 老師會調整分數嗎? 比如說每個人的分數乘3倍再加5分 對不對? 這個乘3倍再加5分 這個3跟5在這個數據裡面 它扮演什麼角色? 那個a 我們數學專業名詞叫做 乘a倍啊 那個動作叫做 你說 a加b啊 那個叫做 沒有人知道 我來 你知道 是那個第七章沒有出現嗎? 什麼第七章 什麼第七章是什麼 就是你把原始數據乘a倍再加b之後得到新的數據 那個a 那個乘a那個動作 我們數學上把它稱為叫做 伸縮 對啊 這我們沒有講過嗎? 這叫伸縮啊 欸 寫上去喔 那請問你 這個加b這個動作是做什麼? 平移啊 我的天啊 來把它寫上去吧 把原來的隨機變數乘以a再加上b 這樣可以嗎? 做伸縮還有做b 那做了伸縮跟平移之後 同學我跟你講 你翻到你課本第21頁 那邊有一個紫色的框框 那個紫色的框框非常重要 我告訴你那個紫色框框拿出你的銀光頂把它整個框起來 它這個地方是這樣講 它說 x是個隨機變數 對於任意的常數a跟b來說 a倍的x加上b也是隨機變數 它是把原來的隨機變數伸縮a倍再加上b嗎? 經過伸縮還有平移對不對? 那你要注意它底下三個結論喔 exportation的ax加b會等於a倍的exportationx再加上b 小學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平均數會受到伸縮還有平移的影響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欸我問你嘛 老師覺得這次大家同學考不好 所以把每個人的分數乘兩倍再加3 我問你這個a跟b對調整之後的分數是不是都會產生影響 對吧?就是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平均數平均會受到伸縮也會受到平移的影響 你如果乘兩倍你平均是不是變成兩倍? 你如果每個人都加3分平均是不是加3分? 你聽懂這感覺嗎? 所以它的第一個結論 exportationax加b會等於a倍的exportationx再加上b 把它畫起來我等一下會證給你看喔 我不會叫你倍 但是你要先看它的結論 然後第二個特別做一個記號 varianceax加b 它會變成a平方乘上variance of x 你把那個a平方把它圈起來 這裡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同學有一個東西不見了 那個東西叫做什麼? 欸誰不見了? 那個be是不是不見了? 同學那這邊就跟我們高一所學的觀念做結合 什麼觀念? 同學並異數會不會受到平移的影響? 有問題 並異數會不會受到平移的影響? 不壞啊 為什麼? 並異數是衡量資料離散的程度 欸同學看我這邊 欸資料離散的程度是這樣對不對? 大家一起平移 欸離散程度有變嗎? 沒有變喔 欸你懂那感覺嗎? 我沒有證明啦 但是我讓你感受好不好? 本來我們離散的程度是這樣 啊大家一起加三分 啊這樣離散程度有變嗎? 沒有變啊 你聽懂那感覺嗎? 所以同學你這邊要不要把它寫上去 變異數不會受到平移的影響? 你要不要看到那個紫色的空框 那個B不見了對不對? 變異數不受平移影響 但是它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而且那個伸縮的影響 從原來的A倍會變成A平方倍 那把那個平方把它圈起來 這樣可以 然後再來同學那個標準差 標準差就沒什麼好講的 標準差就是把變異數開什麼號? 開根號 但是你要注意喔 你的平方在根號裡面 抵消之後要加什麼值? 要加絕對值 所以你那個A的絕對值 那個絕對值不可以少 這樣可以嗎? 因為標準差不會是負的 你那個A要掛絕對值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證明給你看喔 證明啦 你不要覺得有壓力好不好 這個五文組的同學 我們還是要證明一下 這個證明蠻簡單的喔 來 你證明要不要找個地方來寫呢? Spotation AX加V 有一些課本 有一些課本有 像這個課本應該有 看一下課本有證明 文組的課本 欸!有耶!他有證 那沒關係 我再證一次給你看喔 欸!這個東西怎麼證? 這東西很簡單喔 來!這個 同學你靠這邊喔 希望值嘛 就是把機率 P1乘上什麼 AS1 再加上V 欸!聽懂我的意思嗎? 把你取的值 乘上對應的機率嘛 然後再把它加起來 然後再加上什麼東西呢? P2乘上什麼 AS2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V 對不對? 然後加點點點 加到哪裡? Pn乘上AXn 再加V 欸!同學這就是不期望值的定義 把機率乘上對應的值 然後全部相加嘛 欸!我們所以從定義去做喔 你看他的那個講義 那個課本喔 課本第20頁 它下面是不是那麼寫 對吧? 把它取的值 乘上對應的機率 然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接下來 同學這個東西你只要整理一下喔 來!怎麼整理呢? 欸!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都有A嗎? 你如果把它打開的話 你就把A提出來 A提出來之後 這裡變成什麼? 叫做P1 S1 再加上來這裡是P2 怎麼樣? S2 加點點點 加到來最後這裡是Pn 怎麼樣? Pn Pn Sn 這樣可以喔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這裡有P1乘上V 加P2乘上V 一直加到Pn乘上V 所以你可以把誰提出來? Pn 你把V提出來嘛 那提出來之後這裡就變什麼? P1 加上P2 對不對? 再加點點點 加到Pn 欸!這樣有沒有意見啊?沒有意見吧? 我只是把它打開而已啊 那打開之後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這個傢伙是誰? 把所有機率加起來 從P1加到Pn 這個機率是多少? 1 這個機率是1啊 對吧? 那前面這個部分是誰? 這你可以不用抄啦 這課本就齁 前面這個部分 P1乘S1 加P2乘S2 一直加到Pn乘Sn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期望值啊 對!所以它是不是就變成A倍的